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唐主故事会 汉武帝时在巫蛊之祸一案中 江冲等趁机诬告太子刘具 刘具心生恐惧,于是起兵造反 随后被汉武帝镇压,刘具自杀身亡 唐太宗时,李承前试图谋杀李太失败后 又联合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河 陈国公侯军籍图谋不轨,最终事情败露 后来唐太宗将他贬为庶人,克死乾州 今天的重庆市蓬水县 然后纵观明朝276年历史,却没有一个太子试图谋反 为什么? 其实,实际上这与朱元璋有关 他在太子集团的制度设计上做了进一步优化 让太子彻底不具备谋反的条件 商周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 实际上是分权 因为生产力的关系,还达不到大一统 中央集权统治 于是只能将权力下放 从而形成了一个个诸侯国 秦汉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分封制的危害、日益彰显 最后,诸侯权力越来越少 很多重要权力都被收归中央 大一统中央集权成为主流 与诸侯权力变化 有些类似太子集团的权力也不断的被削弱 起初,除了没有掌握军权之外 东宫太子集团拥有一个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 犹如一个准朝廷或者是袖贞朝廷 一旦皇帝外出时,会安排太子监国 太子蜀官会帮助处理政务 一旦皇帝去世太子继位后 太子班底往往就会成为朝廷重臣 六父中,某些人可以直接担任宰相 统帅一类要职,帮助太子掌控朝廷 当然,东宫官制是逐渐完善的 秦汉时期是初具规模 蜀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仙马、摄人等等 隋唐时达到顶峰 太子六父成为定制 即太子太师、太子太父、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父、太子少保 下面还设有类似朝廷、尚书省的詹事府等 与朝廷的部门形成了极其密切的对应关系 本质上是为了太子能够尽快熟悉政事 为日后登基做准备 《大唐六典》记载 另外,太子江国时东宫的这些部门完全可以替代朝廷相关部门 总之,汉唐时期 太子集团有一套自己权力系统 而且还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 又因为太子特殊的身份 可以拉拢朝廷文武重臣 所以,太子集团拥有造反的实力 宋代是中国官制改革的重要时期 将文武彻底分开了 建立了一套文官系统 但在东宫官制上,宋代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 却没有形成制度 宋代东宫需要官员,一般是朝廷重臣兼任 比如由丞相兼师父,参政兼太子宾客 这是东宫官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无形中,就削弱了东宫的独立性 因为皇帝在位时,兼职的朝臣不听命于东宫 但在下面的东宫官制中 宋代省略一部分,又重新建设一部分 不是很固定 因此相比隋唐政治独立性较强的东宫集团 宋代的属于半独立 这也是宋代没有太子谋反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明朝时,朱元璋总结了历代经验 在宋代的基础上,又进一步 让朝廷重臣,普遍兼任东宫官职 导致东宫基本丧失了政治独立性 在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下,东宫官职日渐虚化 成了荣誉职务和升迁跳板 原先的太子六父除了永乐时 姚广孝担任过太子少师之外 其他都是由监官、家官以及赠官的虚贤 犹如朝廷上书省的东宫占世府 在明朝也被彻底虚化 起初由其他朝廷官员兼任 明宪宗之后,一般由礼部上书 侍郎由汉林兼任 明武宗诸后赵没有儿子 因此东宫一直是空着 但诸后赵大肆封赏官员 将东宫职务封赏给朝官,导致东宫官职被彻底虚化 权力欲很强的嘉靖继位后 故意不改变这一状况 甚至将太子监国都取消了 后来,清朝大致延续了明朝的思路 可以说从朱元璋开始到嘉靖为止 经过明朝几位皇帝的轮番折腾 太子集团彻底丧失了独立性 里面的官职基本都是由朝臣兼任 成了一种荣誉与升迁的跳板 而东宫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官职之外 已经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东宫掌控的官职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太子根本就没有了造反的能力 总而言之,从秦汉到明清 东宫官制被一步步虚化 虽说让东宫丧失了独立性 却缓和皇帝与太子的矛盾 避免了储君夺位的情况发生 减少了内部损耗的可能 是一次重要的进步的改革 但在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明清专制皇权达到顶峰的事实 更值得深思的是 没有一个好的东宫官制 即便是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唐太宗 也会遭遇太子谋反 而一旦有了好的制度 即便皇帝昏庸一些 却能避免太子夺位的现象 因此,无论做什么 首先是要搞出一套好的制度 我是杨唐主 关注哦! 期期都精彩